靠近关底的富贵居 主人倒是有特别的需求 整个空间不能够使用皮革 要如何表达出新古典的氛围呢 擅长都会时尚 现代简约 个性化英式古典等居家风格 这就是幸福魔法师陈泰宏 今天这一集的幸福空间呢 观众朋友 你可以来做一个比较 因为在同一个格局当中 设计师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 来展现这样子的空间 首先我们先看到好了 第一个空间我们有看到的格局 跟它的风格是带那么一点点 新古典的味道 对 这个有两个空间 第一个空间是新古典的味道 第二个空间是 就是比较现代的一个味道 比较新古典的这个味道呢 它的这个瓶数大概是 那比较现代的这个 大概是三十多瓶 三十多瓶 对 那你当初怎么帮它设计 它这个房子的风格 这个风格跟这个业主的 它的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它因为事业座很大 所以需要常常去外面应酬 然后旅行 所以它希望回到家 是一个很peace的感觉 所以说不喜欢 回到家好像 就又到业总会那种感觉 像应酬地方 它的这个装潢可能就是比较华丽 比较五颜六色 或是比较眼花缭乱的 对 所以像你帮它设计的空间 其实回来真的有那种放松的感受 是 它希望能达到效果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空间室内的设计 可以跟它户外的景色 做一个很好的衔接 对 因为它选这里 刚刚有提到就是它希望有这个 风水的考量 然后视野的这种延伸 所以我们在这个内部空间上 也是客餐厅跟厨房 厨房都做连通的 然后能够互相就是借景 OK 所以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外面很漂亮的这个山景 好啦 这么棒 然后这么可以放松心情的空间 就由你带我们来参观一下了 你怎么样营造屋主 其实从要一进玄关开始 就可以把它硬从那个心情 完全转过来 主要进来的话 我们首先你看到的就是 我们运用了大量的这个 幽牧的皮 幽牧因为它这个颜色 以及它的纹路都比较自然 然后而且它会有一种 特殊的一种香味 对 那我们再配上 这个业主喜欢的这种自然的食材 比如说进来这个是冻石 很自然的感觉 那地板的话是米色系的大理石 所以你空间当中 是走那种比较温馨的色调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冻石的部分 它某一些功能应该有兼具那种 不要一开门就看到底挡煞的 屏风功能 是 没错 那这块屏风的话 它除了说一进来 所谓的挡煞这种功能之外 那上方你看到其实它也是 也是漏空的 那这个漏空的主要是业主 它是对风水需求 它需要空气的一个流通 它不要整个去格到上面 而且它这个屏风的后方 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 这个就是牵扯到就是 我们业主它都是千层的佛教徒 那他们有一个特殊需求是说 他们在这个背面 也是面对餐厅这边 它要这个位置 它要摆一个佛像 所以这位置也是先看好的了 对 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 我们看了很多的神龛 或是佛的佛桌 可是你这样子的设计 真的可以让佛桌 有这样子简洁的线条 还有那种质感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种佛像的背面 它一定是要石墙的 所以说我们放的是这个石头的墙 但是石墙 我们也希望展现它的质感 所以我们包含这上面的一个灯光 一个单纯的一个投射灯 然后一个木头质感的一个平台 后面一个这个冻石的一个背墙 就是展现它的这个简洁 进到客厅你还是沿用那个 可以让人家放松心情的材质 是的 我们就是从玄关一路 就是延伸使用木皮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客厅的这个电视柜这边 那电视柜这边我们再加上 另外一块壁纸 那这块壁纸的话是它有一个 单纯的颜色 然后统一的色调 但是它有细部的一个质感 然后我们从上方打的这个 间接光打下来 所以会有一种 比较舒服宁静的感觉 你打光之后有看到壁纸 你选的层次感 对…就是它有一个横的纹路 那你要细着进去 近距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 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颜色 OK 我知道电视主墙 虽然屋主世界各地旅居都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它对视听的需求还是蛮讲究的 是的 它就是要买BOSS的顶级的音响 对 然后要跟它的房间能够作为一个联动 OK 这是它比较要求的小地方 是 好 OK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沙发背墙 台纸一样 对 手法不同了 一样是我们全部都是延伸幼木的木皮 然后用一样的这个壁纸 然后这一次我们用的是旁边是侧光打过来 所以不同于我们刚刚前面这边是从上方跟下方的间接光 这边是两条微弱的这个 光带 对 光带 OK 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你让它那种自然放松的元素已经够了 那新古典怎么去兼顾呢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它希望是营造一个新古典的感觉 那从我们入口玄关你们用了一些少量的这个琥珀镜 对 然后并且有穿透的一个延伸的功能 那带进来之后呢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天花板 那新古典元素就从这个天花板这边就是可以展现出来 我们做了两层的这个线盘的一个造型 然后有第二层的中间还有做了一个离开的一个勾缝 让空间感更加深 有 有一个深色的勾编对不对 对 OK 其实你知道我最喜欢哪里吗 我喜欢你那个线板那个两个脚接脚的地方 它有一个很有一个阴影 那个阴影很漂亮 对 也就是说我们在打光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我们有两三种层次 那层次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线板的曲线跟阴影就会出来 那新古典的那个感觉 就会从这样的一个元素去展现出来 它也像它这样子新古典的风格 可是又要讲究比较自然的元素 所以在很多建材啊 甚至是家具的选配上 应该都要特别的拿捏那个分寸 对 其实这个案子 我们在选购家具的时候 是我遇过最要费心的一个地方 怎么说 因为这个业主的这个 他们是千层佛教徒 所以第一个要求 我们里面绝对不能有皮 然后我也知道 因为空间里面新古典 应该要用到比较多的灵镜啊 倒角啊 镜面啊 或亮的东西 这空间也很少 其实我们用的元素反过来 是用比较温馨的这种 比如说布 你光是看这个沙发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这些抱枕 它的这些层次 然后它的这个 你看那个沙发 它这个地方的一个弧形 然后配上我们这个圆桌 这个其实都是经过 就是我们去配合去搭配的 所以它这个感觉应该这样说 它是属于那种欧洲 中古时期比较贵族的那种古典味道了 对 然后我们这是旁边配上一些 简单的一些摆设 然后这种圆形跟这种 椭圆形的这种家具跟边际 可以 然后它的木纹 你细看的时候会有一些 几何的一些图形 然后跟一些曲线 所以这个空间当中呢 它的每一个小东西 每一个小细节 都是值得你细细去品味 因为它的新古典的味道 就藏在这个里面 是的 来到餐厅的空间 我发现那个新古典的味道 就比较浓了 对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要带入这个新古典的元素的话 首先我们进来的话 是用这个天花板 把这个新古典的元素带进来 然后到了这个餐厅的主灯 这个吊灯再做一个转换 那这个转换的话 我应该可以说是 用这个古典的形式 但是是用现代的线条 作为这个定制的一个吊灯 那它总共有18支 那我们在每个空间的这个 主灯的配置上呢 也是希望能够 每一个主灯都能够用 光控的方式 可以微调吗 对 可以微调 所以用餐的氛围 还可以自己去调整 对 不只是餐厅 每一个空间至少有一个主灯 是这样子做的 好贴心喔 好 来餐厅啊 这个整个整组餐桌啦 餐桌椅啊 整个家具的选配 也跟客厅一样是很有味道的 对 所以这些家具的话 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 那它比较习惯的一种style这样子 我喜欢它这一辈的雕花 而且这种材质用月酒 它那个光泽还有油 碰上去之后会越漂亮 对 另外像这个餐櫃我也很喜欢 这是展示櫃嘛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展示櫃 那我们主要刚刚也讲过 要延续一个新古典的味道 所以我们选的也是一个 新古典的一个静櫃 它的深度我们也特别省过 也特别地选过 就是它的深度不会太深 以免就是出来的时候 会觉得太压迫 然后它静止的功能 可以有个穿透的效果 所以无形之间就放大了 这整个空间 我觉得你用镜子就用得很巧妙 你不是用一个镜面 你是让它结合了一个柜体 然后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刻意 是的 因为我们也想过 这个空间的基调我们做出来 那未来这个空间如果它的家具 它要做一个变化的时候 它其实马上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 另外一个风 我们会换稍微现代感一点的 对 可以吗 可以 都可以跟你这个空间是百搭的 没错 其实这餐桌很棒 一边有这样的端竞 一边是他要的佛像 对 OK 那我们设计这个就是 男女主人坐在两端 那男主人可以看到 她喜欢的镜柜里面的长酒 以及百事品 女主人坐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她喜欢的佛像 那旁边他们 我们现在留白的这面墙 其实就是为了他们喜欢的画 未来可以作为更换 那旁边这道墙呢就是 除了一个展示柜之外 那它也是一个双面的 跟书房的一个隔间 两边它都可以看到展示屏 并且这个柜子我们下面 也做一个间接光 一个腾空的感觉 所以说它的这个深度啊 层次啊都营造了出来 也让它看起来量体轻多了 对 好 那这个书房的本身 它跟餐厅 客厅 它穿透感是有 可是独立性也有 是 那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房间呢 未来假设说 它要有 譬如说 住的需求的时候 实际上里面加一个帘子 那门关起来 它一样会有隔音的效果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房间来使用 那我们里面的书柜的话 是做了双层的书甲 那因为刚才有提到 业主它是常常旅居国外 那它常常回来 这个皮箱要放进去 所以这个隔间墙它其实它深度很深 跟旁边的这个房间呢也是作为 这个柜子就是一个隔间墙 OK 所以这边我们做书柜跟放行李箱的部分 对 那那个房间怎么用 那边就是衣柜跟电视柜 而且那个电视柜是隐藏的 对 OK 所以我们先看到 这个书房的两边隔间墙 这边就是做餐厅的展示跟收纳 那边就是做书房跟另外一个房间的电视衣柜 是 很强耶 刚才一路看下来 大部分听到都是男主人的喜好跟需求 厨房应该是给女主人来 是的 女主人她要的一个厨房空间 就是一个纯净白色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作为比较一个现代感的一个配置 我们进到这个厨房的空间里面 你可能找不到冰箱 那冰箱其实就藏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双开的一个冰箱在这里面 那其余的所有的设备其实都是隐藏在这个柜子里面 譬如说这个扇柜里面是烘软机 烘软机吗 然后你也看不到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也是隐藏在柜子里面 包括在水槽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个厨衣的处理机 美式的生活方式了 对 我想问一下你外面的风格就是比较主点 一个厨房感觉比较现代 这两个你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因为空间都看得到 结合的方式呢 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吧台 那这个吧台的部分 可能是在厨房里面的人 跟在外面的人 它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那我们做完早餐 这也是个早餐台 对 而且从天 不知道天花板都还是有这种串联的 那个感觉 对 我们希望做这个样木皮的延伸呢 然后一直延伸到这个地板上呢 是一个空间的界定 然后再加上灯光的一个配置的话 那是一个空间的一个界定之外 它也是一个空间的一个延伸 一个感觉的串联 我觉得主卧室除了用原木围绕着它之外 它还有外面很棒的窗景 是的 我们这个主卧室的话刚刚有讲到 它希望 屋主希望被原木围绕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大部分的两边就是用幼木 然后地上也是幼木 那我们的床的部分的话 希望跟床头的这个背板 做一个L型的一个延伸 那现在我们要讲到的是 它整个房间里面的布品的一个配置的方式 从床头的一个银灰色的一个壁布 一直延伸到床面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旁边的这个窗帘 然后到主墙 都是用银灰色系 那主要就是让这个业主 他心情能够比较放松 那但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配置之外呢 我们在旁边还做了两道金属的 不锈钢的长形的这种现代感的灯 那让它就是在这种温暖的气氛中 还是带着一些现代感的一个气息 然后在我们的天花板的部分 跟客厅的手法有像 对对对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新古典的一个天花板元素 就是用在各个空间里面做串联 在主卧房的电视造型墙中呢 还隐藏了一间更衣室 除了衣柜的机能设计之外呢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贴心的小收纳哦 另外呢像是烫衣板 它就可以完全的隐藏起来 而在你打开之后使用呢 也不会沾用到你的空间 更衣室的动线呢 连通到主卧卫浴 整间运用白色的大理石 所做的卫浴空间 完全是五星级饭店的配备等级 让屋主应酬回到家之后呢 更能够充分地达到休息的目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 你在另外一边有一个 一模一样格局的空间 可是风格完全不同 是比较新颖的现代感 是 那个空间的话 其实它的格局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用的元素不一样 所以营造自然是比较现代的感觉 你有哪些材质 这些材质的话就是 木皮上我们是用这种刚刷过的 所以你摸起来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质感 并且一般的我们这种 木皮是要上锡的 那我们是直接用推油的方式 所以你感觉就是 原木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但是是有现代感的原木 那色系上的话 也是明色系跟灰色系下去搭配 那天花板上 我们像古典的会有一些线板 它就是用比较俐落的一个线条 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 镜面上的一些反射的一些运用 铁剑也可以用多一点了 对对对 铁剑会增加它的一个深度感 因为铁剑它本身是黑的细的 所以它会有层次的一个感觉出来 我记得那边从我们现在同一个角度看过去 它那种客餐厅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但是格局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没有错 那这个也就是牵扯到说你选用的家具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这样的一个新古典的一个住家 它如果把这个家具整个换成现代感的感觉 那它马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崭新的感觉 感觉像是另外重新的一个装潢 对 OK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到同样的格局 两种不同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 你自己就去想一想 看你家将来想要什么样 是新古典一点的呢 还是现代一点的风格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设计师Ti 谢谢 谢谢